本期视频您将看到 全新动卧 特等硬座 车票效益 未曾设想 好的各位早上中午晚上好我是夏 现在是北京时间10月1日凌晨5点不到 欢迎来到石家庄站 我们其实6个小时前刚刚从北京抵达石家庄 现在呢马上就要回去 我也别的 只为一趟第一次从香港开到北京的全新复兴号动卧列车 当然了不是那些只能跑160的假动卧 而是挂高字头还能跑350的真高铁动卧 这车呢咱们也是期待好久了 那我们赶快进站吧 石家庄站本体是一个巨大的高价后车市 站厅支撑柱的设计灵感 来自位于石家庄市赵县的赵州桥 对就是小学语文课本上的 不知道那边课文现在还在不在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刻过于睡个锤子 今天来庄接车的人其实比我想象的少 毕竟想坐这个车的话 以后周末随时都能坐 犯不上非得上改的来坐手班 这个时间段是京广动卧群上行列车 到石家庄站的高峰期 这些动卧列车每逢周五六日一开行 利用京广高铁不同区段夜间天窗的时间差 见缝插针的来往于北京和驻三角 在我们的高898次之前 还会有动922 动924 动902 动904 动910 以及时刻最早最睡个锤子的国庆林克 动49拐两次 地大石家庄站 其中动49拐两和动902两班车 是著名的纵向动卧列车 我之前也拍过纵向动卧的视频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那东西的乘车体验吧 只能说虽然还没有上车 但是我坚定不移地认为 今天这个东西的体验 百分之百超过那个玩意儿 至少今天这档车 你不用担心 你准备有一个亮眼球 还没法关的灯 我们今天搭乘的高898次 是第一班挂高字头 开进北京的动卧列车 之前因为使用的车 都是最高时速 只有250千米每小时的 CR12E和谐号 我不懂得读 所以大家都没法挂高 只能挂动字头 但高898 是由青岛四方于今年9月 崭新出厂的复兴号 CR400AF AE型 卧铺高速动车组担当 最高时速350公里每小时 就可以名正延伸的话 高字头了 不是那个AE 那个AE是做特效用的 这个AE是睡觉用的 如果今天出现在这儿 是做特效用的AE 那现在在主持的 应该不是我 而是Tim AE的A表示这座车编组16节 E则类似旁边站台的CR12E 代表卧铺动车组 AF AE采用了与四方厂的 智能CR400AF相同的头型 都是这种类似CRH380A的 长鼻子尖头的造型 而不同于一般列车 头车一或者二等座 加商务座的设计 AF AE的一车和16车 为二等座加特等座的布局 是的 阔别多年 特等座它又回来了 一会儿可以去看看 这个车的特等座 它到底有什么特别 嘛 虽然从这儿到北京西站 就一个半小时不到300公里 但能有个地方躺着 就肯定还是比座位要强多了 今天是国庆 车上增添了许多 庆祝建国75周年的装饰 家里和酒店常用的暖黄色 带来温馨舒适的感觉 暖色调的灯光 比冷色调还更有助于休息 我觉得是最适合 卧铺车厢的灯光颜色 这个改进必须要点赞 早上5点25分 高八98次 准点由实在转软发车 下一站就是终点北京西站 不过看时刻表的话 即便是以250的速度跑 一小时22分钟 也足够到北京西了 而我们要跑一小时28分钟 所以一会儿一定会在途中某个站停一下号点 今天这场高八98次 其实是昨天晚上19点26分 从香港79龙站发车 途经深圳北 广州南 长沙南 开一夜到石家庄接上我们 并前往终点北京西站 全程2439公里 正点运行时间11小时27分钟 比同样由小港系九龙开往北京西的 冻9104整整节约差不多一个小时 不过呢 因为这趟车现在还是跟二义们一块跑 前方5分钟就是一辆最快 只能跑250千米每小时的冻904次 所以石家庄呢 北京这一段 350应该是不用想的 也好跑慢一点 这个车票效益大一点 这才舒服 OK欢迎来到CR400AFAE全新复兴号我铺动手组的动卧包箱 我现在是在一个下铺 这个车给我的感觉呢 真的就是 嗯 就是我就用高级来形容它已经不够了 它是一种 应该又成了 这个典雅吗 反正就是 就是一个特别舒服的这么一个动卧的状态 来 我们来看一看 铺的话本身 其实铺本身的话都就还好 软度可以 这个确实会更像家里的床间一些的 相比之前的 然后我在这边一架 这些都是常规的 复兴号的桶形衣服 这个地方可以挂一个裤子 它这块是一个镂空的 然后我在这有一个储物格 然后最神的就是它在这个地方 眼镜挂架 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把眼镜摘下来之后 你可以挂的 你可以很轻松的去挂在这 你不用担心它晚上 不用担心晚上被压或者是被上面什么东西掉下来砸的之类的 然后在这边 这个是一个插座 标准五孔加一个A孔和一个C孔 哎呀C孔好文明 这两个孔的最大输出是5V2.4 然后这边这个东西呢 哦对 它下边是有一个灯带 这个灯带是在以前的握库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个玩意控制这个灯带 然后当你的包厢里边直打开这个灯带的时候 整个包厢的这个高级感是 嗯 嗯 是最棒的 然后在另外一边呢就是啊 普通的这个常规阅读灯了 稍微搬一点点 一挡两挡对 这个就没什么 窗帘依然是啊 从最老的2A时代一直用下来的那个前天三款 对面的话呢也没有太大区别 广帖也有彩 所以现在的五组这个AFAE的卧铺车全都配在广帖 包括被子也是这都是新造的 非常的舒服 然后我桌子 这个桌子非常的长 我的胳膊过来 然后这个位置差不多得到我胸口了 这个桌子很长很 用起来很方便 然后在下面可以注意看 两边是有两个音标插座的 因为这个车要进香港就是也为了方便那边的旅客嘛 然后这是垃圾桶这都是很常规的 下面就是一些拖鞋 打油打开的东西 嗯 ok 这边镜子 木纹非常非常大 中顶灯是这个车厢的主灯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侧顶灯 这个侧顶灯呢就是 我关一下那个灯条哈 就是这个东西 整个包厢呢 因为现在这个相机的白片很好 调的会有一点点的偏冷 但实际上整个包厢的是一个非常暖的色调 相比于之前CRH2E的那种冷色调的 半公尺风照明 这个东西还是要更适合啊 沃普车销非常的好 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个车就极力的严重 二等座这边其实除了国庆装饰以外 就没什么特殊的了 头尾车二等座分别定员45人 比普通二等座车少了一半多 主要是因为前面要塞特等座以及驾驶室 特等座与一部分和谐号列车类似 布置在列车头尾驾驶室附近 一边12个总共24个 所以头尾车的定员是上面写的57个人 也就是45加12 原来这个定员是不算司机的嘛 我行 来特等座这边转一圈 就怎么说呢 这个玩意儿啊 怎么说 你不能管它叫优选一等 你只能管它叫缩水一等 就首先呢 它比纯的一等座有一点好 就是它前面还有这么一个桌子 这大桌子拉下来 然后它还能往前的话就还舒服一些 但是吧 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巨大的把握 脚踏板 脚踏板回来了 但是呢 以前的脚踏板在这儿有一个棍 你就你按你的鞋布弄那根棍 然后你就能很轻松的把这个脚踏板给拽 但现在不是 现在你想要你得踩下去 它没有那个棍之后 勾吧就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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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呃 就就就反正就是 可以显著的减少这个东西的使用量和磨损速度 嗯 就这么说 我就只能这么说了 这一面穿鞋的 然后这个布面呢 应该就是纯瓦的上去踩了 然后这个东西收回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阻力 对 对 所以你不挡一下的话呢 你的前座就会 蹦 对 还好现在前面这个地座没有人 这条椅子就还是这个东西 但是呢这个椅子的硬度吧 来 准备看一下啊 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硬座应该改变软座 啊 旁边的小桌子 它没有那根拉绳的 但是它在这里也可以很轻松的拉出来 就 啊 国铁爆款桌 但是中间还是下线 啊 两个背座就还可以 哎 哎 告别了以往特等的一加二布局 换成了二加二布局 就行了啊 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个东西是什么感觉 我只能说见仁见智吧 啊 反正 谁还握谁做 我只想回卧布了 呃 这个东西是特等座赠品 但是它明确在写的啊 一等座赠品 就 呃 里边是什么东西 一般应该有水 ok 好 那摆都一样 就直接拆了吧 冬沃那边也有赠品 然后里边什么香蕉啊 来来来吧 就以前冬沃晚餐的一套 平公式干 呃 手酸牛肉 这边是啥 呃 青青青青豆和经典小饼干 没了 嗯 那冬沃那边确实要多些 冬沃有这么大一个香蕉 就那种小香蕉 对 那个还比较好吃 天亮了 还处了 漂亮了 别做太难受了 回卧铺去了 然后这边还有 啊 冬沃晚餐 其实这今天这个首发车呢 它是有一个首发的纪念品 但是 广州南到长山南区间这个车做马 所以那个纪念品早就发完了 这个 我们这有帅庄上车的就 没有机会了 这边 看 这个 五行小面包 雄士干 橙汁 鹽鱼腰果 牛肉干 还有一个是小香蕉 跟以前的炖碗能差不多 这边的话水 这个 鞠筋盒 这个托盘 质感所以上 好 真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书架 我们来看看 复兴号智能型动卧的一个沿线城市文化手册 好这边是本车的一些介绍 欢迎乘车 这边空间升级 包间高度从2200一只毫米升到2250毫米 上下铺的空间也都是要更好一些的 包括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铺可以这边 然后 在这边是有一个卧铺折叠说明的 但是 非工作人进去操作 我们就 还是稍微有点点复杂的这个东西操作 然后 全线采用慕斯床垫和整形 是品牌货了 记忆棉床垫 非常的棒 还有港铁发的这个香港喜酒门站的周边介绍 后 餐车 毕竟是广东上来的 它就叫餐牌了 荔枝肉 梅菜扣肉 龙脱肉 酸菜鱼 这边 还有西式系的这些应该是港铁开发的 牛肉汁儿 脚 炸 鱼 米饭 还有这边的宵夜 啤酒 小吃奶茶 哇 坐这个车 确实是享受 还有这边的一些特调的饮品 这个车是有 极为久度 非常棒 桑马点餐 这边的书架上 马伯庸的石南之徒 还有24年8月的中国国家地理 小阿里主题 这一期 后边中国新闻中 惨败后国足下一步怎么办 新闻周刊 然后再往后 环球人物 嗯 其实是 做得非常好 最后在这边还有一盆 这个 一盆小文竹 嗯 这个车 有点过于爽 早上的华北平原 还笼罩着薄薄一层陈雾 紧贴着地面 最高也只有树那么高 太阳刚刚冒头 在过几分钟太阳升高后 这些雾就会散去 这样的风景 算得上是今天的意外之气了 不过这个嘛 具体为什么隔了几公里 雾雾的突然这么大 我也不知道 就有一种激净雾的感觉 但好在说到底 雾雾应该也没有多高 还能看到蓝天 所以倒也没有多少恐怖的感觉 就是觉得很新奇 没想到平原上也能有这样的景色 东沃每个旅客还有一个西书报 CR logo 专门定制的光铁机 这个袋子回去好好收藏 这个袋子回去好好收藏 我们打开 里面一把梳子 一套牙具 这里有这是 威糖甘蔗扎子 对 广东最不缺的就是甘蔗 压缩毛巾 这个是露手吗 对 面霜 截面乳 截面乳是挺没乱的吧 另外一条压缩毛巾 没了 还好 新时代移动宾馆馆 餐车位于八车 是一只动物餐车合造车 缩写WRC 不是那个WRC 那个WRC会飞出去 这个WRC可以安心吃饭 如果今天出现在这儿的是 会飞出去的WRC 那我现在应该带着一个巨大的头盔 全身穿着防火服 并且随时准备吃土 这只车厢也设置有动物包厢 不过应该不卖票 而是作为乘务员的速营车使用 餐车吧台本身没有什么可说的 真正的亮点是这边面向窗外的 吧台座和这一堆鸡尾酒 做得非常漂亮 十分赏心悦目 带给旅客星级酒店的酒廊般的体验 而这些吧台座 可以一边看窗外的风景 一边坐着享用美餐美酒 和和朋友聊天 非常适合几个人一块出油的旅客 并且上铺没有桌子 这些吧台座 对于上铺旅客来说就非常友好 这边就是动物我车厢的洗手车 OK 这边应该是这只车 这只车厢的一位端端面 然后错送的话有三个 也一会儿来说 有一幅挂画 这边是洗手台 还是很宽敞的 它是一个在这种 它窝进去的这么一个空间里面 就还是这个利用率还是可以的 后这边这个纸手感非常好 刚才试了一下 水流的话就中规中矩吧 现在正常的高铁类车 这个水流它就这么大 但是这个数据直接有点差 这边洗手液 最下边你是需要把铁片往回拉 它才出来 也是另一个洗手池 还有植物架什么 还有这个电源插座 一个A口 一个C口 一共的功率是5V2.4 这个模块跟每一个握库的旁边的这个插座是一样的 它终于有C口了 这么做 这边电查炉 这个倒就没什么特殊的了 我们是有了纸杯 OK 老样子快速过一点 无人好了 走 哇 一点那种不应该有的味道都没有 请 请 请 叫 锁定 锁定好了 请 请 啊 行了行了 知道 这些东西都是跟以往都差不多 然后在这里边 它好像是 这不是香氛的味道 这个得是香水了 很浓烈就怎么说呢 反正还是比那部厕所围要舒服不少的 整个镜子也是非常干净 现在这个屋里面非常的亮 下边的话水龙头 这个水盆什么时候变这么大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以往的水盆大家也就这么大 现在这 如果这得三个吧这么大 非常好非常好 但是这边的话也是和以前一样这个厕所里面的 手水池子是没有那些抽纸什么的那些配件的 差不多就这样了 不错不错 真的可以 这档车从石家庄到北京西按表定时间跑的话要用一小时28分钟 但现在离正点到达时刻还有20来分钟 我们已经进五环了 按照这个速度 用不了10分钟就能到西站 抓紧时间总结一下这辆车的体验吧 首先 动卧是绝对的满分 从床铺舒适度到成员的服务 再到内饰质感和插座数量 动卧都完全比肩 甚至超过了一些不差的星体酒店 算得上是新时代的移动宾馆 餐车的出品也很漂亮 价值得必须得试试 二等座没有亲自做下体验 所以不够多评价 至于特等多 怎么说呢 卧铺那么舒服的话 就别再特等多练腰吧 今天做的这款全新复兴号CR400AFAE 已经投入运营 担当香港西九龙 往返北京西的高8978984列车 和往返上海红桥的高899高900次 平时每逢中午六日一开行 接下来日则会是具体情况增开 相比老二翼和纵向动卧 这趟动卧的舒适度提升是巨大的 我非常推荐各位来体验 真的很爽 早上6点46分 高8984提前7分钟抵达北京西站 站台上有不少领导早已等候多时 能感受到这趟车作为首班金港高的头动卧 不一般的意义 这车有机会真得坐个全程 或者至少坐到广州过个完整的夜深度而耍一下 但这也就是后话了 感谢一路上挺多工人的服务协助 首班车大家真的都辛苦了 也感谢各位观众能看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欢迎点赞投币收藏关注一会儿 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 随后时至国庆75周年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也祝各位十一快乐 假期愉快 也祝辛苦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